你的那个全世界的那个巡演办不办 办 办着 票给我撕了 嗨嗨 质地有声的炸裂 我是质地有声的烦你 下一位要上场的 请听一下啊 汪海玲老师 她现在是这样 只要明星的粉丝去骂她 她就迅速把自己微博头像 换成那个明星 你说让人的粉丝心里 多个样 人家就觉得自己在骂自己的偶像 粉丝都急了 纷纷就骂她说 汪海玲 有本事你不要躲在头像后面 你这个说 头像乌龟 有请 头像后面的汪海玲 大家好 我是汪海玲 有人说 汪海玲你整天光辉批评 就是影视圈的脚屎棍 所以今天 作为一根棍 我要环视一下我的周围 让我们开始吧 确实 这两年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 汪海玲经常批评小鲜肉 很多人说 人家又没惹到你 你凭什么批评人家 我觉得惹到了 我写了一天剧本 想刷微博 放松放松 开屏就是陆寒 你换位思考一下 要是陆寒 点开微博 开屏是我 他能忍住不说话吗 我都忍不住 我来这儿 其实也有点为难 导演和我说 这是流量专场 我就来了 来了一看吧 这都流的什么量啊 我平时骂的都是陆寒 蔡徐坤 这种级别的流量 算了 今天我就勉为其难 随便骂一骂吧 辛苦了 辛苦了吗 老师 陆寒老师 别担心 我和他们只是逢场做戏 我只是短暂地骂一骂他们 我的心里永远只有你 我虽然呢 没怎么看过 养成类节目 但我小时候 在农村养过鸡 我有个经验 鸡再怎么养 也养不成凤凰 我觉得 搞养成类节目的人 最好 先从养鸡开始 一步一步来 先养鸡再养人 可能就没这么难了 我也不是对所有的演员都批评 热衣扎我就没意见 人家长安十二时辰演得好 就是有点不自信 有段时间觉得自己演技不能再提高了 想转行 你就学习一下你的前辈 另一位热系列的新疆女演员 他那个演技还在一幕前晃荡呢 你担心什么呀 而且呢 我还听说你喜欢挂网友 其实啊 你把情绪发泄出来是对的 但是不要太当真 比如我 前两天呢 说了肖战王一博 天天一堆私信骂我 你看这儿 已经三万五千条了 说实话 我不在 你说这三万六千条 我要是每条都看 多浪费时间 我的本质是个编剧 不能让这三万七千条私信 影响我的创作 所以热衣扎 你就要学习我这样的态度 我要是像你一样冲动 把四万条私信全挂出来 找累死了 郑云龙 音乐剧王子 在一个没有音乐剧传统的国家 居然出现了一个音乐剧王子 也不知道哪儿来的王室血统 之前我朋友和我提过这个人 这个人 我说谁啊 朋友说可火了 还去过深入人心 没看过 他在节目上和阿云嘎 搞CP 阿云嘎是谁啊 这么说 您看过陈秦令吗 这我看过 我还骂过呢 他们俩就大概相当于 肖战和王一博 我说 哦 这个鲤鱼我熟悉 董又林和周振南 很像啊 家庭条件都很好 都是养成类节目出道 我觉得当艺人 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正确的职业选择 因为当科学家 当医生 这都得真才实学 家里人帮不上忙 唯独艺人 花钱包装就可以 你花钱包装一个科学家试试 难道诺贝尔还能因为流量 给你颁个奖吗 诸委会一看 呦 董又林和周振南来了 快给他们颁一个 诺贝尔最佳人去奖 之前 董又林老师 染了个头发 还把照片发到微博上 说这叫粉丝福利 我就奇怪了 染头发怎么就粉丝福利了 他粉丝生气了 染头发凭什么不算粉丝福利 我说他不是要做演员吗 他的粉丝福利应该是 有一部好作品呢 粉丝更生气了 那他也得做得到啊 选秀节目作为对传统学院体系的补充 是有它的价值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这些补充的东西成了主流 侵占了专业人士的空间 这就是纠战雀巢 我为什么这么懂 我小时候在农村也养过鸠 我其实对这些鸠啊 也没那么大意见 但审美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现在一个选秀节目 第一名到第十名都是那样的 好歹给我们直男留一个名额呀 搞得我都没节目看 只能天天看国足 现在中国荧幕上最阳刚的男团 竟然是国足悲剧呀 最后我想对粉丝说句话 我们可以喜欢某人 迷恋某人 但不要崇拜任何人 明星也是 要爱观众 但不要一味讨好观众 希望观众和艺人之间 可以站着交流 我会继续说下去 不求能改变什么 表达本身就有意义 对编剧来说 表达即抵达 不说了 我要去处理 我的十万条私信了 谢谢大家 我是汪 我会继续说